韩丽心中一灵,所化巨猿单手一掐绝 布置在附近的几座临时法阵,立刻污名声激发而起 一座座光阵纷纷浮现而出,将剑阵牢牢护在了其中 一层层光辖和一片片雾气弥漫开来,大又将巨猿身躯彻底淹没进其中的模样 这时,血色小粥已经浮现在无数血水组成的血海上 周上的围首少年看到韩丽这边全力防备的情形,冷笑一声 顿时身下血海一阵波涛翻涌,一个卷洞化为数十丈高的血色巨浪向着韩丽卷来 那些挡在前方的临时法阵,一下就和巨浪撞击到了一起 瞬间的功夫,从法阵中散发出寒光雾气,遇到克星般一闪即灭 甚至连法阵身在血水一冲下,也仿佛纸乎般化为一股股青烟消失 血色巨浪一下来到了中间的剑阵,并在围首少年恶狠狠的一催下,发出轰隆巨响,一头撞去 清蒙蒙的剑光顿时从剑阵中狂闪浮现,纵横交错间净化为一层青色墙壁,死死挡在了巨浪之前 那血色巨浪汹涌澎湃,但在这堵青木前,竟被挡得死死了 为首少年见此情形,心中也有些吃惊 他这血海乃是用摩羯的一种奇毒之水炼化而成 平常对敌,无论法宝灵兽,只要被一卷入其中,立刻化为乌勇 虽然因为法力缘故,此神通大简 但是在其中,对付大成以下修士,自然应该是无往不利 万万没想到,竟然被对方剑阵轻易挡下 从剑阵中飞出的那些青色剑光,看似普通,但在血浪冲击下 哪有丝毫被毁的模样,仿佛血海剧毒,根本无法对其有效 但既然身为大成修士,为首少年自然不会只有这点手段 脸色一沉,单手飞快一掐绝,冲着四周血海一点 顿时血海一阵翻滚澎湃 竟从中一下飞出数百只拳头大的血团 一凝聚下,竟化为一只只带翅的血残 污名地直奔青色剑木狂扑而去 韩利见此情形,瞳孔一缩,将剑阵猛然一催 顿时身前的青色剑木一声长鸣 竟从中一下飞出了一只五爪青龙来 只是大口一张,密密麻麻的剑光立刻击射而出 那些带翅血残,一阵吱吱怪叫声 就寒光一闪,纷纷被一斩两断 不过下一刻,一个血浪从这些坠落的血残上一卷而过 这些血残就立刻重新恢复如初 仍一窝蜂地扑来,并在一接近青木的瞬间 纷纷张口喷出了一根晶莹血丝 这些血丝仿佛头发般纤细,但是一接触剑木 竟然发出了玉珠落盘的脆响 无数剑光和血丝一接触,不但被犀利剑气斩成碎片 反而一下变得奇年无比,竟纷纷生根般缠在了气上 而这些喷出血丝的血残,在此时却立刻双翅一阵,向后击视而退 数以百计的血丝一绷紧下,部分剑光一下变得迟缓起来 刹那间,青色光幕围之一顿,不由自主地围之一宁 显露出一丝空隙来 为首少年见此情形,一声大笑 又一个血色巨浪打来,血水就要趁此机会一下洞穿光幕而过 但就在这时,青色箭幕中一声龙吟传出 一只硕大龙头一闪正好从那缝隙中一探而出 并一张口一道奇粗光柱喷射而出 血水一下和光柱撞击到了一起,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响 两者竟然一时间僵持不下,为首少年脸色一沉 口中低沉长笑,漠然发出 血海仿佛与之相呼应地再次波涛汹涌 又卷起一波波的晴天巨浪,直奔剑阵狂卷而去 仿佛大怒之下,要用血海彻底将剑阵彻底淹没一般 但是青色光幕一分下,一头五爪青龙从中彻底分出 张牙五爪之下,无数青色莲花凭空浮现而出 竟然将血浪尽数挡下,两者一时僵持不下的模样 身处青色光幕后的巨猿,对这一切却是视若无睹 只是冷冷望着另外一名拖着七色小塔的少年 附近虚空那一股紊乱的空间波动,马上就要消失 这位手捧玄天残宝的血光圣祖化身 不可能就这般一旁不出手 相对于为首少年,他对这一位手中宝物才是真正的大为忌惮 而刚才借用自爆一件低节宝物来影响此宝威能发挥 也不过是一种不得已的下策 下一次是否还管用,则只有天知道了 故而不但巨猿和灵驱,对此化身一副虎视眈眈的样子 就连樊胜金身也是在一旁叙事待发 果然,在附近虚空最后一丝紊乱的空间波动消失的刹那间 那一名拖着五色小塔的血光圣祖化身一下动手了 他突然单手一拍手中的宝塔 顿时一片七色光下倒卷而下 一个闪动下,少年身影就此从小珠上消失不见 樊胜金身六目默然一睁 一层层金色光焰从身躯上一冒而出 将身形彻底护在了其中 灵驱一手掐绝 体表一下冒出无数条柳条般的绿丝 绿光一个闪动,竟在身体表面凝成了一件绿银银的墨绿战甲来 此甲覆盖上半身,表面明印有精美之极的花纹 仅仅贴在灵驱上 二者均都露出了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 但是,动用手中小塔后,少年一下顺移到 并未找到二者头上 而是一个闪动,竟一下横跨数百丈,出现在了剑阵正上空 并毫不客气地将手掌一个翻转 手中七色小塔一个道转落下 巨大塔影凭空浮现而出 并毫不客气地向下方一照而去 一股毛骨悚然的波动立刻将整座剑阵一照而下 并突然化为一片七色光霞滚滚而下 在此波动出现的一瞬间 韩力所化巨猿就一下感应到了 猛一抬手看到了空中这般情景 脸色一变,毫不犹豫的手臂一动 一只毛茸茸的大手就向空中一招而去 更高的虚空中,一声晴空霹雳 万道光芒同时迸射而出 一片电雨楼阁的虚影浮现 并同样发出了一股波动向下一闪落去 另一边,凡胜金身和灵驱同时身形一晃 就各自行动 灵驱单手一扬,又一团红光积射而出 一闪即逝下,没入虚空中 凡胜金身,滴溜溜一转 直接化为了一团金风在远处消失 下一刻,雀色小猪上空狂风一起 凡胜金身一闪从风中现身而出 他六条手臂一动,六团头颅大小的金光 同时积射而出,一闪之下,却在上空融为了一体 化为了一只静止树杖的金色漩涡 此漩涡只是微微一转下 一股庞然距离立刻向下方小猪一息而去 原本悬浮在血海上的小猪一声哀鸣 竟不由自主地带着血光化身 直往空中飞去 为首少年目睹此景,嘴角抽搐了一下 不见其动什么手脚,在其背后的巨角魔影 却是一声大吼 体型就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巨大起来 转眼化为了百丈高的庞然大物 十几条触手更是往空中同时一次而去 十几根触手在半空中一凝 竟融合成了一根灰蒙蒙的巨枪 狠狠扎进了金色漩涡中心处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金色漩涡转动为之一凝 边缘仗缩几下后 竟被灰色巨枪洞穿中心而过 并气势汹汹地再射向凡胜金身本体 金身见此情形也不躲避 六手一晃,各有一口金色长刃浮现而出 交织一展,六道金蒙蒙的刀光 带着秋水般的寒凉迎着巨枪一展而下 轰隆声此起彼伏 六道刀光同时被巨枪一击而碎 化为一团团灵光暴力而开 随之巨枪一个模糊 尖端就不知怎么地到了金身近前处 并带着星风一个闪动 竟诡异地扎进了金身胸膛中 但巨枪方一入体不过数寸 就仿佛扎在了金刚般 无法再进入分毫 同时金身六目金光闪动 手中六口金刃再次一闪向着胸前巨枪 一展而下 下方魔影似乎也发现了情急 仰手冷冷一望 巨枪一颤就要从金身上立刻倒退拔出 但这时却已经迟了 樊胜金身体表一层异样流光流转起来 体内瞬间生出了一股巨大吸力 并一下作用到巨枪上 竟然将此枪生根般地吸在了身体上 让其根本动弹分毫 而这时六口金刃上寒光一闪 阔空之声大气 密密麻麻的刀芒潮水般的狂雨而下 仿佛要将魔影连同围首少年 都一下淹没在了气中 围首少年一声冷哼 身形一下倒退半步 单手掐绝 一个古怪手印同时口中几个不明法觉 其足下血色小猪嗡鸣声一起 一层血光浮现而出 竟将少年连同魔影一同护在了气中 任凭空中刀芒狂风骤雨般的激在光幕上 却只是狂闪几下就安然无恙 纹丝不动 这血色小猪不但是一件飞行一宝 竟然还具有玄妙之极的防御功能 怪不得为首少年面对凡圣金身一连串攻击 始终一副从容不迫的模样 不光如此 在那魔影仰手一声低吼下 那支原本被吸在金身上的巨枪 提表一层灰光闪动 由坚硬无比突然变得光滑柔软起来 竟一下幻化成一只灰色魔马 数十丈长 头生漆黑独角 庞大身躯一个卷洞 竟一下将金身狠狠地缠在了虚空中 若是换了一个普通修士 哪怕是合体等节存在 被如此凶猛的庞然大物以勒 身躯也要立刻暴力而开 但凡胜金身身躯本身就是用无数珍稀材料凝炼而成 几乎本就是金刚不坏之躯 被巨蟒一缠之下 非但完好无损 反而三颗头颅各自发出了一声长笑 身躯一下巨大起来 并且手中六口金刃 一闪消失不见 六条手臂齐灰五下 直接幻化出了无数金色拳影 往巨蟒身躯上狂击而去 轰隆之声一时间响彻整个天空 那巨枪变化的巨蟒 身躯也似乎坚韧玉铁 金色拳影积在上面虽然造成了一些损伤 但一时间也根本无法击杀的样子 反而巨蟒大口一张 一股氯气直接往繁盛金身三头颅上直接喷去 虽然不知这氯气是何种东西 但是竟从中散发出一股让人昏昏欲睡的气息 金身三颗头颅脸色一变 眉宇间突然间金光一闪 竟分别裂开了一条裂缝 三只树木同时浮现而出 金光一闪三道刺目金芒直接射出 洞穿氯气而过 氯气一个翻滚 竟就此一闪而灭 巨蟒一摆头颅一张血盆大口 又冲金身中间头颅狠狠一咬而去 但眼前拨动一起 两只金灿灿的大手却早已经挡在了前面 并食指如钩狠狠地冲巨蟒头颅一插而去 不过片刻功夫 金身竟然和这只巨蟒就贴身肉搏起来 二者均都是一副皮糙肉厚的模样 一时斗得是难解难分 另一边 笼罩在剑阵上空的巨大塔影 在那一套九宫天前浮咒激活下 和另一枚低解空间宝物自爆下 不由自主的一阵闪烁不定 放出的七色霞光被这二种突如其来的波动异影响 最终污名没有彻底落下 而在半空中溃散消失 而受磁塔空间之力影响 九宫天前浮所画的宫殿 也只是在高处徐徐转动 却也同样无法落下 而就在此时 寒厉所画巨猿 目中一芒一闪 两只手掌突然往空中一点 一黑一青两座数十丈的山峰 从虚空中一闪而出 直往正要去接七色小塔的少年杂趣 绿夫灵驱则是一只袖子猛然一抖破空声一响 一捧绿丝击尸而去 此绿丝晶莹透明 一闪没入虚空 并画为一张绿色丝网一照而下 韩丽静一副将此宝也要硬生生夺去的模样 那名少年模样的血光圣祖化身 目睹此景 脸上丝毫表情没有 口中吐出了一个破字 小塔骤然滴溜溜一转 同时一股七色飓风呼啸从塔中狂涌而去 只是一个卷洞下 将照下的丝网吹得是寸寸碎裂 不光如此 两座小山被风一吹 轰鸣声中刮出了十几丈远 接着七色飓风一个转动 将两座吉山包裹进了其中 在呼啸中 七色飓风竟然突然化成无数神秘金色符文 一个个看起来颇为眼熟